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交易量大幅下跌之后 24年终于迎来了市场的稳定局面 从市场活动啊交易数量啊还是价格水平来看 最坏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吗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法媒总结的市场复苏的三大关键指标和最新情况以及25年的展望 第一个是购买力 尽管利率仍处于高位 但其下降趋势啊收入增长啊以及价格回落 使得法国人啊弥补了22年1月到23年12月间失去的三分之一的购买力 自23年12月以来法国人的购房能力啊已经恢复了四平方米 在巴黎啊房价均价下降到每平方米9382欧 极大的提升了购房者的购买力 第二个指标需求回升 在过去三年啊需求下降了14%之后 24年迎来了新年一始的强劲反弹 自1月以来增长了22% 这个增幅啊是去年的两倍 22年的五倍 那需求的回升与2021年相当了 这一趋势在全国范围内均有体现 第三个指标供给稳定 另一个好消息啊是经过了三年的供给上涨之后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水平终于趋于稳定 疫情后啊市场供给短缺 融资条件的变化以及业主遇到的困境啊 曾导致供给累积 自24年初以来供给水平不再增加 这表明啊我们已经在供求关系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总的来看房价趋稳跌幅放缓 虽然24年房价仍在下跌 但跌幅有所放缓 9月的年度跌幅是1.3% 相较于4月份的3%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 这种缓和趋势啊在法国大多是大城市 以及63%的中小城市中均有体现 展望25年的房产市场或许会迎来全面的复苏 除了上述积极信息以外啊 贷款利率的缓慢下降 通胀的回落以及贷款条件的放宽 似乎都预示着房地产市场的全面复苏即将到来 法媒预计25年春季将成为市场的转折点 届时啊购房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将带动需求复苏 引发房价的新一轮周期 你们怎么看呢 是不是可以开始着手买房了 关注我获取法国买房的一手信息 给我点个赞再走吧 拜拜 拜拜